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哪些? 我国共有56个主要的民族。 在这些民族中,很多都有自己民族的特色节日。 其中蒙古族的节日主要是旧历新年, 还有祖鲁节、麦尔节、纪敖包、打宗节、纳达木、马乃节等。 歹族的节日有泼水节、关门节和开门节。 状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三月三歌会、男人节、龙端节、陀螺节、花招节、吃力节、马拐节。 东乡族、回族、塔塔族有开斋节、古尔邦节、圣祭节三大宗教节日。 后南节是布朗族盛大的年节。 怒族主要节日有吉加姆、祭古神节。 满族有6月6的重王节、八月天仓节、纳西族有火把节。 撒拉族有古尔邦节和开斋节、圣祭节。 乌兹别克族主要有开斋节、古尔邦节、诺鲁兹节。 藏族有木佛节、采花节、藏历元旦、萨嘎达瓦节、女儿节、旺果节、雪顿节、白来日追节。 利宿族主要节日有澡堂会、收获节、过年节等。 维吾尔族传统节日有肉资节、库尔班节和诺鲁兹节。 苗族主要有盘王节、达弩节等。 瓦族有叉种节、新米节。 苗族的传统节日有苗年、四月八、龙舟节、吃心节、赶秋节、花山节、亮桥节等。 白族有大过年、三月节、绕三陵、火把节、耍海会、半日旺等。 西伯族最具民族特色的是抹黑节和西迁节。 德昂族有关门节和开门节。 仪族有跳宫节、插花节、火把节及2月8年节等。 耍白象是阿昌族传统节日。 扎勒特是哈尼族最大的节日。 穆老族有牛生日、纪真舞等。 水族有端节、羌族的纪山会最为著名。 京族的唱哈节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。